第五節 這一節就是我們平時做四節 今天開始我們會做多個環節 這一節我們就要再回到這個人工智能的層面 首先問一問在這個人工智能 現在的發展這麼快 這麼高速的時候 其實有什麼物理學問題 是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可以幫忙解決的 首先最簡單的就是你去認pattern 去做一些數據的篩選 我很記得說那些雙粒子加速器裡面 這麼多個的碰撞 會不會我們利用人工智能 可以盡快給我勾到哪些是由hexposon 上底粒子給出來的訊號呢 引入這些人工智能去幫我們做數據分析 是有用的 這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時候有些簡單的就是 可能去解一些方程 而且解那個方法是可以幫我們把一些很巨大的運算量 去大大減低了那些呢 也都是那個人工智能可以幫忙做到的地方 另外有沒有一些其他的 跟那個深度學習有關那樣 那我會說一定有 我記得有些是最近發生的就是認那個蛋白質的不同種類 是的 即是那些蛋白質認種類 還有它究竟組不組得在一起 即是有些什麼的特徵令我知道這件事和那件事組得在一起 可以有化學作用 這個形狀 那個形狀是不是真的 究竟實際上是不是一樣 還是有一點點不同 那這些全部都可以引入這個人工智能去做 所以我就說呢 只要你的人工智能有這麼長時間 你就立刻想一下怎樣去用這個人工智能 去幫你做更加多的東西 請問你學的 我想這個 不用人工智能 用了人工智能 但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譬如說 這個上面 法律轉移這個現象 譬如由水結到冰 我們在量子層面怎麼理解這個變化呢 這個問題本身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原來我們竟然今時今日還沒有充分掌握過答案 我們知道水 雪凍就是結冰 接著我們知道結冰的原理就是說 我們就很少在整個動畫看到怎樣結冰 我們自小的 因為雪櫃不透明 我們把雪進去 數夠時間一出來見到冰就冰了 接著我們就猜中間就是水 接著越來越硬 或者可能在外面那陣子開始結 先結到進去 究竟在整個冰水裡面哪裡開始結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了解清楚的 因為這個直接牽涉到你剛才所說的上面的概念 這個上面是怎麼發生的 怎麼觸發出來的呢 我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我想現在還可以賣的 有可樂 有一隻叫做營冰可樂 剛出的時候已經流行了一輪 就是你拿出來的時候還是液體來的 但是你不斷開一開 震一震一震 整支就會結冰了 這樣就好像飲屍下冰一樣 咬到是不是? 這個過程就牽涉到你怎樣做一些叫做超酷的這樣的液體 就是超酷的意思就是 它過了冰點 但是它都沒有去結冰 但是你不斷地彈一彈 震一震它 就突然觸發了它 馬上要排整層變回兵給你看 這個就是上面這個現象很特別的一件事 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為什麼有時候又會出現一些超酷的超冷的現象 令到你可以買到一些營冰可樂回來玩 這些其實是很多的 就是 我們其實沒有一個很簡潔的數學運算 去幫我們了解這件事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我們有人去想 既然我們有我們的量子力學這套學問 這套學問可以幫我們去了解 在量子世界分子層面 這些H2O水分子逐個逐個他們的物質行為 如果我們在我們這個物理問題裏面 擺不考慮的不僅是一個的水分子 而是好幾顆的水分子 然後我將它加得越來越多 可能說百幾顆的水分子 在我整個一個很複雜的方程式系統裏面 我按照計有好的運算量的時候 我可以計算它怎樣由液體過度變成固體 或者固體怎樣融解變成液體的過程 是的 但是原來講的容易 我們認識我們就知道 然後我們就只不過由一個單體運動變成一個多體運動 可能有超過100顆的水分子放在一起 將它們的商務狀考慮在一起 它們中間在不同溫度的時候震震成怎樣 誰喜歡吸到哪裏什麼時候開始營建 我們就照計將它每一顆的東西 考慮在一起出來的時候 加上那個量子力和那堆色 我們就知道那個結兵是怎樣發生的了 說是容易的 但是原來在實際那個運算裏面 你如果要計算是一個有超過100顆水分子的系統 我們現在的運算量都不是很承受得到的 但是我就會說 為什麼在這裡關人工智能的事呢 原來有一幫專門負責研究這樣的運算的人 他們想了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就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很有效率很輕易地去減低運算量 去給一個有足夠的總確的近似立案出來 那究竟它們實際上怎樣做的近似呢 這個你一看到裡面的資料 究竟哪個行業可以叫做省略了它那些 我們就沒有辦法在這裡很簡單去介紹出來 但是就是會說一些我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 去幫我適當去做一些運算上的簡化 於是乎令到整件事呢 就可以在一個不失態差的這個總程度之下 來重現這些水分子怎樣去究竟結成冰的結果 那原來很多時候呢 這些結冰的過程呢 以往很多實驗都會看到的 它是突然之間是有幾個冰種幾點開始的 而之後從幾點到它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它們自己走在一起呢 就蔓延出去的了 就是那個圖像也挺相似的 就是在那個星際的界質裡面呢 零零細細有些地方密了的話呢 它的慢有引力大就特別喜歡吸收一些東西 最後就形成了那個星體在那裡的 現在這些上面呢 都似乎是的 它當有一個冰種有一顆東西似乎是 有一個比較能夠去維持到穩定的固態狀態呢 它就會一些東西就圍著它 一路是一路慢慢去蔓延出去 那這樣東西呢 就是雪花片的形成 我們就知道又是有這種叫做 就是這種這樣的原理在背後呢 由一個冰種怎樣去一路去蔓延出去 做一個很漂亮的雪花的形狀 這個雪花的形狀慢慢鋪滿了甜蜜 變成一個整塊實心的一個實體的冰雪 這樣 那麼在這個冰的過程 結冰的過程 我們就似乎呢 現在就比較有效地呢 就不需要用到真的拿水 拿個雪櫃來做實驗了 就真真正正正可以在一個電腦模擬的環境裡面 將這個結冰的過程去重整出來 那麼現在台長呢 你show這個畫面呢 其實它有一段片在那裡的 其實它就很簡短地告訴你 它呈現在我這個量子運算虛擬世界裡面 是怎樣反映到那些分子慢慢震動 在一個大家很逼劫的在那裡震我我震你 慢慢搓下搓下 不過意就是搓對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大家是扣實了 那個排列整齊的過程 怎樣由一個部份慢慢漫列出去了 你看到現在的紅色閃閃下 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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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呢 慢慢越來越多 新的水分子加入這個中間 一大片排列整齊的那個整體結構 其實就是在講這個結冰的過程 就是這樣去虛擬地呈現出來 而我們要去虛擬呈現出來 就借用這個有人去設計一個很聰明的人工智能技術 就是從水拍了一件冰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少看到這個片段呢? 這麼說 你現在如果要拍得這麼清楚 你是說到在分子層面都拍得很清楚 你是說的是 你在測量一個量子世界 這個不是這麼容易 我們還沒有能力去看到的 其實是 但是它這個是在一個時間之內做到的 就算我們看到很快的這個水變冰 但是這個還是一個時間之內完成這件事的 是的 它在這個運算裏面 我不知道它快鏡還是慢鏡呈現給你看 因為其實有幾快幾慢去形成 那顆冰生的幾快呢? 很視乎你這裡有幾厲害的雪櫃去雪它 就是你外面的環境寧下得越厲害 那它那個溫差越大 你那些熱走得越快 它整個Nucleation的過程就進行得越快 但是最後就是究竟它一顆和一顆怎麼去 扣在一起 怎麼去走位 最後去排列都很整齊 變成一塊大型的精體結構冰呢? 現在我們就似乎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由量子力學做起點去呈現整個結兵的過程 但是有沒有人上次做過用一個很快的 很快的速度將水變成冰? 有 但是應該就似乎不是由分子層面去了解 當然就是這個也可以順帶一提 這個研究的價值在哪裡呢? 我們用電腦模擬去結兵 這樣跟我們實際上去了解結兵 了解結兵有什麼這麼厲害? 講得簡單一點就是 其實正正就是台長你剛才所說的 結得快和結得慢呢? 我們譬如梁濟說 為什麼急凍的東西可以保持一些東西新鮮? 我自己很喜歡吃的那些粟米粒 就是三色豆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但是裡面的粟米粒我是特別喜歡吃的 尤其是現在我們去超級市場買一些 有些叫Snap Frozen的一些粟米 它聲稱就是突然結冰 急凍 真的很急的凍了去 一下就凍了去 於是你這樣去擺出來解凍呢? 那個質地和味道是保存得最好的 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說不要把那些菜 隨便放在冰箱裡算 因為會說壞了那棵菜 什麼叫說壞了呢? 就是因為其實在那些蔬菜中間 其實有很多水份 水份是很豐富的 你結冰 那個結冰的過程不夠急劇的時候 它那些結冰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那些冰粒去擴大膨脹 去將那些細胞去擺爛了 於是乎就令到出來的時候 整棵菜的質身是變成質的 因為裡面所有的細胞打爛了 變成跟你煮熟了是相似的 裡面的細胞是爛了 那也是為什麼我們人類 我們看過一些很微細的新聞 你可以放在冰箱裡解冰 那條小魚貓可以放在冰箱裡 繼續解冰又沒事 好像什麼事沒有發生過那樣 人又沒得緊呢? 原來很難 人你要把我們放在冰箱裡突然之間 急凍很均勻地 身體每一部分的急凍 不容易的 因為當你有一個部分 凍得不夠快 裡面的水分 結的冰粒結得太大 弄爛了那個器官的那些細胞的時候 我們一解冰 那個器官就壞死了 那其實這些技術就是 我們有了這樣的電算模擬 我們比較容易 就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解決到那個實際問題 但是起碼幫我們去了解到 那個結冰的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還有了解到為什麼有時候是會保鮮到 有時候保鮮不了 透過了解到多些 我們會不會再想到一些新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更加好保存到我們的食物呢? 或者將那個snap flow的過程做得更加好呢? 令到一些更加大的東西都能夠保鮮呢? 有了這種技術呢? 我們才有之後進步的條件 好的 這個解釋很清楚 我們今天都說很長的時間 進攻我們都有其他的科學新聞 但是可能我們都要留下個禮拜好不好? 好嗎? 是的 我們有大家支持 我們就交足功課 我們有很多料去跟大家聊 好的 希望觀眾聽完今集之後 看我們有加多一個新環節之後 有什麼意見給我們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嗎? 拜拜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